庞俊祥 75岁 离异 吉林市集化公司退休 退休金3500元 有双保 住房面积68平米 这屋啊 这穿鞋 不行吧 踩埋子了 没事没事 你看有这不经常买的 你看这都掉了 不开窗不开门 夏天就屋了 庞大哥的房子已经空了二十几年了 这些年他有时会去打经 有时也会去工地干活 基本那里都是提供吃住的 所以一年到头也在家住不了几天 用庞大哥的话说 自己可能就是没那享福的命 一天不出去干活就浑身难受 更何况自己这身体好 干起活来有的年轻人都比不上自己 古是一大名 你个手一抓一蹦两件头 庞大哥也说你那屋子你扛上楼不费劲吗 我费啥心呢 不费劲 庞大哥身体好待不住 打从退休就没闲过 他说即使自己这么折腾 倒不是图意能挣多少钱 只是不想一个人孤独的待在家里 就不是一个人忍住屋 你说怎么忍啊 说话没人 打个嘴杖也没人 看电视 对身体也不太好 对眼睛还不太好 有些人咱还不理解 你就看个热闹 真的呀 也不愿意回来 不愿意回来 愿意在外跟人家说话 唠嗑 庞大哥说 估计这辈子自己就是在外漂泊惯了 所以不练家 早些年 庞大哥是计划公司的司机经常跑外地运输 那时的他就很少回家 我在这厂头开七种车 从小到大 办公室不都有那小车吗 那个是肯定的 我干了不到二年我就不干了 事太多了 不愿意给零老人家 不愿意不愿意 不愿意我留虚我不干 往往就算 开大车 开大车 咱这老解放 开了十一年 因为工作的原因 庞大哥不经常在家 虽然内侍妻子对此也有怨言 但还算支持庞大哥的工作 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却让他和妻子之间生了嫌隙 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 哦 等等 嗯 你看这开车的 哎呀那坐楼俩女的 你说这咯了胳膊 这手把放下还是楼子 还砍你 哦 说是你 说是我 哦 那你完就有 告我老丈母娘呢 你喜欢就知道了 就知道了 完就你说这事 就开始怀疑人 那你就怀疑住在外头 就 就三个四个在这 对对对 除了咱那时候 就这样子这样子 这样子我没有 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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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大哥说 那时因为工作上得罪了人 所以对方就开始故意的散播谣言 妻子听到后开始变得格外敏感 两人三天两头就会因此大吵一架 要说这没影的事 庞大哥好好解释解释 也就算过去了 但问题的关键却出现在了沟通上 那你没跟他解释 好好坐下来说 唠唠 不要说 我给你解释解释 我真没有 我咋啥地的 你给他赏 他文化高 我文化低 他说话快 我说话慢 所以我现在说话快 就跟他笑 要我就 一字一字蹦 俗三解释过没 他不解释 不是你 我解 我解他不听 我解释